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热闹的民俗庆祝活动 在各地陆续展开 喜迎佳节 在广东接洋 乔林的烟花火龙 是当地庆贺新春的一项 特有的民俗活动 在当地被称为烧龙 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元宵节前夕 一场烟花火龙盛会 也在锣鼓声中上演 潮汕健儿们赤膊上阵 高举着点燃烟花的火龙 在场上奔跑欢舞 火龙一路喷出七彩火焰 十分壮观 喜迎元宵佳节 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内 热闹喜庆 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轮番上演 走进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绣球 花灯 灯笼 锦礼 营造出了浓浓的节情氛围 从正月十三开始 这里上演了多场 名为龙师起舞闹元宵的巡游表演 威猛的狮子和长龙舞的活灵活现 十分热闹 夜幕降临后 韩元殿前还有精彩的打铁花表演 让人流连忘返 带孩子来体验一下传统文化 这个舞龙舞狮 也会让小朋友们去互动体验 孩子觉得挺高兴的 夜幕降临时 贵州松考苗族自治县 孟西镇安山村小学里 炸龙活动就开始了 鞭炮在龙身上爆炸 龙在硝烟弥漫中飞舞 十分壮观 火花溅在五龙人身上 驱走的不仅仅是严寒 更是一种生命力的释放 一场民俗风情的狂欢 龙身被炸得越烂越吉利 意为图个好彩头 祈祷一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吉祥如意 在四川攀枝花 猜灯迷 剪窗花等游戏 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汉服爱好者也齐聚一堂 举手投足间 尽显优雅 元宵节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因为也是特计穿上了汉服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觉得 把文化也给传播给身边的各位 在位于湖北襄阳的盛世唐城景区 滑灯初上 手提花灯 漫步红桥 脚下流光遍地 深盼灯火辉煌 万盏飞夷灯 带您梦回大堂 领略古运国潮 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 穿梭于流光溢彩的花灯间 拆灯迷 放盒灯 拍照流影 喜庆团圆 这是我们第一次放盒灯 我们也是希望一家人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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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